請問組長這邊在聽詢民眾的意見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什麼樣困難的情形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當事的評論 民眾的意見部分 如果說他是很正向的 我們就會很虛心的接受他的意見 那我們會內部會召開會議來討論說 這個案子到底可不可行 我們比較怕的是說 民眾有一些意見過來 實在做情緒上的抒發 那那一部分就是我們比較難掌控的 所以碰到這類的案子的話 我們會以處理民眾的情緒的部分為主 至於說民眾如果說提的意見 是非常有建設性的 那我們會悉心的接受 然後去研究改善 謝謝 那以組長的經驗這次處理就已經按這個議題 覺得對於政策上面有什麼樣的幫助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以往我們處理群眾的意見的部分 我們一般都是找賦稅署跟五地區、國內區 跟中興的同仁大家開內部會議 然後去討論可行性的方案 然後定案以後就報布核准 我們就直接執行了 那這一次在救援平台的部分 因為它反映的是大部分民眾的意見 所以也很感謝PT小組 來召開這個協作會議 那在協作會議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聽到正反的意見 然後透過大家的討論 然後可以找出一個非常可行的方案出來 然後我們再根據這個方案去進行改進 那這個協作會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 印象主宰印象深刻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說 我們公部門的同仁也可以跟 不管是提案人或者是說 end user 的部分 大家共同來分組討論 因為分組討論 大家就可以把這個議題去釐清 讓他找出最佳的解決方式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給我們一個PT 跟比較讓我們未來可以做的問題 不敢 其實唐政偉辦公室這一次的PT小組 對我們整個財政部的業務是非常關心 而且這一次透過協作會議 讓我們了解到說 真正民眾他的需求是什麼 因為我剛才有講說我們以往 都是只透過內部的一個程序 我們就把解決方案定案了 那這個解決方案又不見得是 對民眾來講是最好的 那透過整個協作會議裡面 那我們可以大家 共同來研討說 這個案子到底問題在哪裡 像以這一次報稅為例 然後民眾其實我們最後的結論是說 他最需要的是導引式的一個介面 所以我們針對這一次 那線上版的部分 我們就去跟大家討論去做一個改善 結果我在收斂會議的時候 有做最後的總結 也很驚訝的發現說 這一次的線上版的改版 其實他最後的結論是跟我 那個離線版的那個版面 大概相似度大概有八成到九成 所以這個印證一個特點就是說 其實大家的使用的那個習慣是差不多的 那透過這一次的協作會議 也很感謝不管是所有參與的人 也很感謝PD小組給我們這一次的機會 那如果說我們這一次做的結果 那能夠受到那個百姓的肯定的話 其實也要很感謝PD小組的一個功勞 謝謝